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朱爱明 继续给大家播讲日本战国群雄 关于前田丽家 很多人都有一个疑问 就是如果前田丽家不死的话 那么德川家康是否能够夺到天下 而不可否认的是 前田丽家的病故 的的确确是风尘家 失去了最有力的实力派的支持者 前田丽家和风尘秀吉的关系 可以说是相识于微末之中 两个人在人生的低谷相遇 携手前行 无论两个人的地位 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却丝毫没有影响过 两个人之间的友情 尤其是在剑阅核战之后 前田丽家在风尘政权中的地位 急速的攀升 成为风尘政权中 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而对于这位多年的好友 风尘秀吉也给予了足够的信任和器重 前田丽家的女儿豪姬 成为风尘秀吉最喜欢的养女 后来也嫁给了风尘秀吉 极为器重和栽培的养子 于喜多秀家 而在秀吉的遗嘱中 更是称呼前田丽家 为从小的好友 由此可见 两个人亲密的程度 风尘政权中 随着丹宇长秀 以及他的得力助手 弟弟风尘秀长 先后病死 那么秀吉就更加的重用前田丽家 而丽家的官位 也一路提升到正三位大马炎 这已经位列于高级公卿的行列 属于莫大的荣誉 我们再来简单的看一下 德川家康 德川家康 他在风尘政权中所获得的一切 都是在小牧长久手艺战中 通过实打实的胜利获得的 尽管在外交上 他不如风尘秀吉 但是小牧长久手艺战的胜利 足以让秀吉最大的程度 对其保持让步 为了拉拢德川家康 秀吉的母亲成为人质 妹妹也成为了家康的正式 使得原本敌对的双方 转变成为了姻亲关系 而秀吉在世的时候 德川家康也像对待 之前信长一般对待秀吉 秀吉非常赏识 德川家康的能力 所以非常重用他 在统一日本关东地区的进程中 德川家康也极为卖力 这是为什么德川家康 可以成为风尘五大老中 排名第一的人物 无论是实力还是官职 都高于前天立家 但是虽然实力和官位都不如德川家康 但是从风尘政权 号召力上来说 前天立家明显 要强于德川家康 因为立家出身于伟章 对于知田家的旧臣 前天立家颇有号召力 而对于秀吉培养的那些年轻武将们来说 同样也能进行有效的压制 避免他们做出有损风尘家的事情 这就保证了前天立家 拥有与德川家康 相抗衡的实力 这是为什么前天立家在世的时候 德川家康没有太大动作的原因 但是随着立家病重 德川家康这才开始加大动作 所以如果前天立家不死 德川家康想要消灭风尘家 所面临的难度和挑战将会倍增 那么前天立家作为武将和家臣 在日本战国史中评价很高 常年南征北战的前天立家 不仅个人勇猛善战 人望高 对形势也有极好的判断力 并且作为军事将领 他对于兵员的增减配备 兵粮的征集发放 军资金的调度使用 都有了极强的计算能力 和出众的经济头脑 他在铸城方面也很有战略眼光 同时他也是使用火枪的行甲 在他建筑自己的居城金泽城的时候 修筑了很多为了抵御枪炮攻击的防御设施 金泽城内赫之版土墙内侧 留很多火枪的枪牙 从外部看上去 这道墙仅仅是单纯的海鼠壁 但危急的时候 可以将瓦片打破 露出可以架枪射击的枪牙 因此被称作为隐形枪牙 和日本战国时代 很多武将没有经济头脑不同 具有出类拔萃武将资质的钱田丽家 同时也是经济上的高手 据说在钱田丽家放甲州的柜子中 一直放着一把算盘 在丰仁秀吉对东北诸势力的领地 进行重新洗牌 实施澳洲试制的时候 丽家担当澳洲捡田市总指挥 负责对东北地区进行捡地 据说当时他站在高处 用手指点说 此处五万弹 彼处四万弹 此山至彼山间十万弹云云 事后实际勘测 居然相差无几 周边的人都惊叹他的才能 公元1583年 立家受封迦赫国的石川河北两军 所以他就把居城移到了迦赫的北山城 也就是金泽城 迦赫国是一个由农民支配的地区 一项一魁势力极强 大小土豪分立 立家一方面以残酷的高压手段 彻底平定了岭内的叛乱 另一方面他加强了对农村的治理 在能登各地设立了开荒奖励和地租收取制度 委托敦赫的传业经营者高岛屋运输 确保大量的年贡米在京都的市场有渠道进行销售 还积极的发展商业和手工业 开采矿产 引炼铸造工具 食品 家具 染物 织物 造纸 酿造 等产业也纷纷的发展起来 他在七位渔厅 设立了鱼类买卖专营权 在轮导 推行自由政策 鼓励自由贸易 免出商人的部分商业税 促使商业的繁荣 根据后世发现的残留下来的立家的书信 发现他的性格实际上十分的认真细致 对待书信的格式用语都非常细心 是一个粗中有戏 外加具有优秀的经济头脑的人 他留下的遗产也异常的丰厚 他去世的时候 给立长 立正 方春苑所留下的财产 多达金子2275枚 银子260枚 卷280定 免2850把 当时的许多大名 像枯秀志 西川中兴 一达正宗等 都曾经向立家借过钱 可见他的精打细算 操持有方 那么加贺藩 在立家的用心经营下 商品经济急速的发展 富裕繁荣 带来了与之相应的文化艺术的发展 钱天立家对茶道文化也有着深厚的兴趣 他是千丽修的弟子 自言是茶人 茶道之外 他对于能乐 帮乐 舞蹈等演艺 也有着充分的支持 他制定了文化奖励政策 给予能表演者 知行和官位 从而以保护了艺人的表演能力 他既是保护者 也是严厉的监督者 演员们被要求进行表演技巧的锻炼 和继承传统技艺 而钱天立家的御用点心处 叫做唐后屋 三郎卫门 高饼殿 被称之为是点心殿的鼻祖 金泽长是与京都松江齐名的三大糕点名城 日本现存最古老的算盘 正是钱天立家所有的 长七厘米 横十三厘米的小型算盘 横梁是铜线 猪是寿骨 现在保存于尊金格文库 我们之前讲到过 公元1587年 风神秀吉颁布了 驱逐外国传教士的半天连追放令 也就是禁教令 那么禁教令发布之后 所有的天主教大明 都必须在领地和信仰之间做出选择 那么高山右近 坚决的选择了信仰 结果沦为一无所有的浪安 当时前天立家就对他说 你来我的金泽成吧 给你三万弹的俸禄 高山右近回答说 俸禄是小 只希望能在家贺重新的建立教会 那么立家在征得了秀吉的同意之后 就得到了高山右近这员客奖 立家夫妇对于天主教相当的理解和宽容 高山右近到达家贺之后 重建了天主教会 发展了几百名的信徒 公元1608年 还在金泽成举行了盛大的圣诞节庆祝会 当然前天立家文明于日本战国 是他的无用 西班牙传教士弗洛伊斯 在弗洛伊斯的日本诀书中记载 他见到立家之后感叹 说欧洲人的体格实在是比不上日本人 像立家这样面部重建 居然还能满不在乎的持整杀敌 令他非常的感叹 按照史料记载 前天立家在男性平均身高1米57的战国时代 他的身高超过了1米82 以身材高大容颜俊秀而闻名 正是因为拥有特别出众的体格 他才能够将长枪练到了高超的境界 赢得了枪支右左的威名 前天立家身穿的甲咒 在日本也是非常的出名 其中最显眼的就是那个高高的头盔 那叫做年围形咒 高有68.5厘米 他的这身甲咒非常的漂亮 因为当时在莫森城发现了金矿 所以呢 在铸造这身铠甲的时候 用了大量的黄金装饰 使得整副甲咒金光闪闪 威武不凡 现在呢 这身甲咒存于北山神社 是重要的文物 同时现存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文物 是当时前天立家所穿的镇宇芝 名叫刺绣菊 中奎图镇宇芝 据说呢 这出自于立家的夫人方春苑亲手绣制 橙黄色的圈底 钱金为菊花图案 背后是中奎像的刺绣 现在保存于京都的擅长寺 钱金立家是日本战国史上杰出的人物 他得到了他两任主公非常高的评价 这件信长曾经说过 立家是我的密藏之宝 秀吉则称立家为律义者 也就是是一个正直的人 那么我们以钱金立家的一个译文 作为讲钱金立家的结尾 从这个译文中 我们就可以看到钱金立家优秀的性格 这个译文是关于柴田盛家和钱金立家 有一次两个人进行交谈 柴田盛家就说 明治光秀自从出世以来 深受信长公的优待 而即便是我曾经立下了26次大功 也不至于如此 右左这里指的就是钱金立家 说右左你曾立过多少功劳 不妨说来听听 钱金立家回答说 亲阿富样是家中的肃劳 美战必身先士卒 无人能及 我的功劳合足挂齿 盛家执意的让立家回答 立家推辞不过就回答说 我共计立下18次大功 钱金盛家当场笑道 世上有些人只立下两三件功劳 就面有得色 哪向右左和我柴田 身为信长公的忠实部下 必以夸功为耻 从这则一文 我们就可以一窥 钱金立家受人尊敬的重要原因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